歡迎光臨 老闆我要買奶瓶 想要什麼種的呢 有什麼可以選呀 很多啊 有玻璃 PPPC PET PPSU 我先去爬文一下 歡迎來到育兒畫一本 我是桑妮 相信各位在挑選奶瓶時 一定都被這些零 老闆沒有奶瓶給嚇到了吧 別怕今天桑妮呢 就帶著各位一起來了解 即將成為新手媽媽的你 在挑選奶瓶時 最應該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別忘了要追蹤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 最新的育兒資訊喔 挑選奶瓶時 第一個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材質安全的問題 千萬不要被款式及顏色給影響喔 其實奶瓶主要分為 玻璃及塑膠這兩大類 首先我們就先來探討 玻璃這個材質 市面上常見的玻璃奶瓶有 納鈣玻璃與高膨細玻璃兩種 兩者透光性屬高膨細玻璃較好 而納鈣玻璃僅耐100度高溫 高膨細玻璃則可耐600度的高溫 面對冷熱的即便溫差 納鈣玻璃僅約40度就容易破裂 而高膨細玻璃則可以達150度才會受影響 也就是說 當你重複20度的冷凍庫拿出奶瓶 再倒入100度的沸水 高膨細玻璃也不會因此而破裂 對於耐衝擊率也就是耐摔程度 高膨細玻璃也比納鈣玻璃略好一些 但是還是要小心 玻璃是屬於易碎材質 如果長期使用下還是要注意 有沒有因為碰撞而產生的隱形滅痕 尤其是寶寶在6個月學習喝水時 就建議要更換成塑料奶瓶囉 塑料奶瓶有這麼多種 要怎麼選呢 市面上常見的塑料奶瓶有 PP、PS、PPSU 這三種塑料的耐摔程度都很好 耐摔的程度則是PPSU最高 耐熱溫度也是PP、PSU最高 可耐高溫達197度 經實驗證時 還可耐蒸氣消毒達1000次以上 最重要的是 高溫消毒時 皆不會產生化學毒素雙分A 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教務管理書指出 雙分A容易影響寶寶的發展與生育 依照成肥胖、糖尿病甚至是心結管疾病等情形 PPSU不只富含雙分A 還有很棒的耐摔機能 相當適合給練習拿奶瓶的寶寶使用 尤其是外出時 你更需要一支耐摔的奶瓶 超輕的重量還能減輕負擔 更方便攜帶喔 如果想了解更多 也可以回顧蘇薇總經理的解說喔 所以如果你是想選擇玻璃奶瓶 就可以挑選高膨系的玻璃材質 而如果是想買塑料奶瓶呢 就建議可以挑選PPSU的材質喔 其實現在的奶瓶已經不像過往一樣 只追求可以裝母奶或是配方奶就好 安全、耐用、多樣性等等 也都是一大考量 下次我們再來說說其他關於挑奶瓶這門大學問吧 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你對奶瓶的材質有沒有更了解一些了呢 還想知道什麼預熱資訊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喔對了 要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最新的預熱資訊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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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dium Ł